早安 今天是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政圈 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凯运一同开市 聂长 今天大使有什么焦点 今天发改委会开记者会 市场都会关注有没有利民生 和推动经济的政策出台 我们稍后会谈谈这些政策 会不会对于个别板块有一个受惠的状况 未来我们就有两个很主要的时刻 大家值得留意着 第一就是九点半 国庆长假期之后 内地今早就会服事 很多新闻都说到 假期期间很多人走了开户 究竟今早开盘时有什么情况 我们会跟大家跟进 第二就是刚才聂长所说 10点钟发改委的记者会 我们那时节目结束了 不过记住留意着我们的网站 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想有投资的心得 想交流或者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的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下10年期债息升穿4厘 美股低开之后持续向下 导致低开63点之后 一度跌超过520点 收市跌0.9% 收报41954点 标指跌0.9% 收报5695点 纳指跌1.2% 收报17923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微升5点 欧洲股市区别发展 德国股市向下 招点股份 苹果和Amazon被投行下调投资评级 股价分别下跌2%和3% Tesla今个星期退出Robotax 但股价上日跌幅超过3% 芯片股方面NVIDIA亦市上升2% 超微电脑升了1.5% 二月拓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 价格方网股ADR各别发展 美团比港股高出3% 腾讯比本港股高1% 网易比本港收市低2% 优邦星期一跌3% ADR折合比本港高2%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 富途组段一度跌5% 收市未升 经营老虎证券向上荣科 一度升超过1成 收市要跌7% 看看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组段跌200多点 最新39,087点 首义组合指数向下跌15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升14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27点 现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升88点左右 稍后对原本和大家继续跟进 和Thomas King谈谈的外围市况 美国10年的债息上到4厘楼上 昨晚看到的 拖累美股向下 未来大家留意着 今个星期稍后公布的CPI和PPI数据 从而断定未来的11月的减息幅度 大家如何预期 另一件事就是 未来即将有不少美国企业会公布业绩 你看美股的后市会不会继续在这个位置横行 暂时去看如果你说以CPI的角度来看 市场都会预期对比上个月公布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回落的状况 当然通胀一直是回落的时候 对于联储局是有一个条件来减息的幅度可以提升的 但是这个减息幅度最主要取决于一些经济数据的状况 近日公布的数据来说 相对于製造业和服务业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好的预期 特别是飞龙更加有一个惊喜 因为市场去看 之前两个月都是十几万份 所以本身都是估计是十几万份 但出来的结果是二十几万份 亦是四个月一个高的水平 令到这个减息的幅度 立即预期有一个降温的状况 倾向上之前可能估计有机会会减半利 现在那个利率期划的反应 占五成以上的比例 倾向上大一点的比例 都是减四分一来的状况 所以令到美股有一个冷却的情况 即是横行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可能稍稍有一些回落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本身对于美股来说 暂时缺乏一些利好消息 而中东局势 尼巴 黎巴嫩 以至到伊朗那边其实是倾向一些利淡的消息 再加上资金流近日都是流入一些强势股市 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在中港股市的状况 这些因素加上的时候 其实倾向上美股回落的机会 相对上就会比较大一点 暂时去看的时候 道指已经穿了42,000点 我想今个星期会关注在40,000点的位置 会不会找到一个支持 好 我们先看看上日恒指的情况 先开图给大家看看 升穿了所有主要的移动平均线 恒指昨天再升300点 从上23,000点流上 成交维持在超过2,000亿 昨天高开211点之后 最多是升500点 之后一度倒跌 收市是升362点 收报23,099点 升幅1.6% 国子收市升174点 收报8330点 升幅2% 科子跑人大市升3% 昨天收市报5,386点 大市全日成交增加2968亿 内地国庆假期服市 北水今天会回归 大市今天迎接内地服市 港股在内地国庆期间 升了近2,000点 再有大行上调恒指的目标价 花期最新是看 春年年底是28,000点 周末高盛出了一份报告 上调中港股市的投资评级 以及给了一些目标价 昨天再出一份报告 版面看到 现在不买中资股更待何时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入市时刻 列出十大买入中资股的原因 有十个 大家可以看我们网站的报道 当中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不要与人民银行对抗 银行正对股市提供 前所未有非正统的支持 这是第一个建议大家买入的原因 第二就是 投资者的仓位仍然是低的 而且资金正在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 fear of missing out 的交易取态仍然会持续的 大市走势上 现在最新已经是去到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短期来说已经急升了不少 短线走势上你会如何预示 其实我想最主要整个大市的气氛是比较好 当然是有一些国策来做一个推动 但其实如果你看看今年上半年 都有国策推动的 但市场仍然不太移动 所以我想倾向上是要看有一个利好的条件 现在是产生了出来的 就是美国进入减息周期的时候 人民币逐步有一个转强的趋势 现在市场去预期的时候 11月和12月联储高议息之后 都会有一个减息的倾向 对于人民币是继续进一步有利好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看到 一宣布完减息之后 其实市场已经升了 只不过去到9月20多号 再加上有金融组合权的消息 所以令市场一直升上力 所以我想未来会关注的时候 当然国策会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另外一个方面 都要去看人民币是否 继续是一个偏强的状况 现在的在岸价已经去到差不多七算的状况 所以短期的关注是否可以 下到七算以下 如果向着6.9、6.8这些方向来进发 相对上利好的动力 就会较大 今天来说港股的大市成交金额 应该都没有什么原念 都是有一个继续升的状况 因为明显地看到 A股今天服事的时候 市场关注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上海证券交易系统 第二个关注就是 会不会一开市的时候 已经有绝大部分的股份 是一个涨停板的状况 所以有一些内地业内人士 说笑这么说 可能有机会 开市立即是停市 或者收市的状况 所以如果内地的投资者 买不到A股 你一开已经是停板的时候 就会转投到H股 所以今天应该 港股的表现会是一个受惠 刚才Wendy说到 现在已经是港股去到2022年4月 一些高水平的状况